当跟男友吵架的时候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 两个人就事论事大吵一架 这件事情不吵清楚 绝不放手 但是有一点 千万不要让男人猜你的心思 让男人猜心思 就会越猜问题越多 大家可能会问了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白了 那还有味道吗 其实爱情有的时候是需要猜 但是你恰恰碰到一个 你让他猜的又是什么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那对未婚的小情侣 他们怎么选择 来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有请不吝点赞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提问说 和女朋友恋爱两年多了 准备结婚 但是女方必须要求我买房 而且买在我的工作地都不行 不买就不结婚 我家里目前的经济条件 根本没办法买房 但是女友要我七八月就把房买好 再去跟她爸妈说结婚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到底女朋友是爱房还是爱你 这个一定是困扰你的问题 但在我看来 不是买房出了问题 而是你们感情出了问题 究竟你们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只有你最清楚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四位老师做的精彩的分享 谢谢他们